我们爱 我们爱 一生学爱我们 是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长 祝我祝福你方向 我们爱 一生学爱我们 心再坚强 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你和我 是天赴爱的创造 每个人 有最美的梦想 一路上 一起照亮 不知拥抱 我们的爱 让世界不一样 我们爱 一生学爱我们 是你我不一样 我们的路长 走我祝福你方向 我们爱 一生学爱我们 我们爱 一生学爱我们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们爱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的路上 走我祝福你方向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心再坚强 也不要如此飞翔 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兄姐妹 这一刻我们再唱的时候 这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 我们心里 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神先爱我 所以如果这一刻 心里面有觉得不可爱的人 心里面如果这一刻 觉得有不可爱的人 我们决定 用神的爱去爱他们 用真理的爱去爱他们 而不是一种麻木的爱 而不是一种麻木的爱 我们要带他们去神的当中 你把他们带回神的身边 由我们心里有个抉择好吗 我们心里面有个觉知好吗 我们心里面有个觉知好吗 我们一面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的路上 找我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不停飞翔 只有微笑 只有眼亮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随你我不一样 随你我不一样 我们一路上 找我祝福的方向 我们爱 一生先爱我们 心在坚强 也不要 独自飞翔 只有微笑 只有眼亮 有你爱的地方 就是天堂 有你爱 有你爱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有你爱 在地上我便不见也 有你爱 有谁能再给我安慰 有你爱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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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我的楼梯 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除你以外 在天上我还能有谁 除你以外 在地上我便不见也 除你以外 有谁能擦干我眼泪 除你以外 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谁让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全让我的肉体 和我的心肠 渐渐地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流停和我的心肠 渐渐的衰退 我们书构神是我们的灵魂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虽然我的流停和我的心肠 渐渐的衰退 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 是我的部分直到永远 靠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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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耶稣得死 靠着耶稣得死 不必经怕挫败 靠着主恩更光复 是祢带领着我得死 是祢带领着我得死 是主耶稣 是祢带领着我得死 我们将荣耀归于我们神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祢 为何我们常常有软弱 你却常常使我们得胜 并且得胜有缘 因为我们感恩来到祢面前 我们本来不贵 主我们感谢祢的应许 感谢祢丰盛的应许 感谢祢丰盛的应许 你看我们为宝贵 你没有看我们好像污泥一样 保守祢所爱的 你护平 你护平 永远不离不弃 你将我 从与你的旁气 放我在你手心里 你仰恋 抱手 你所爱的 你护平 永远不离 不轻 你将我 终于你的放弃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许 你奉上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躲起 生美好的记忆 我凭着信心领许 你恩典永不自信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你仰恋 抱手 你所爱的 你护平 永远不离 不轻 你将我 终于你的放弃 放我在你的手心 我凭着信心领许 你奉上的应许 我凭着信心领许 你奉上的应许 世界也不能躲起 生美好的记忆 我凭着信心领许 你恩典永不自信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我当好聚 我当好主 我相信 你爱我永不放弃 世界也不能躲起 生美好的记忆 我当好主 我相信 你记忆高我无力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看见美好应许 成就荣耀 全都归于你 主 我相信你的应许 无论发生什么事 无论发生什么事 无一样东西能够夺去神你的旨意 没有样式是可以夺去你的旨意 所以我们人是偏离己路 虽然我们人是偏你己路 喜欢缥益 喜欢叛逆 常常都抵挡神 也有很多的埋怨 很多的埋怨 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 常常说没神 神 你去到哪里 神说 神 你去到哪里 神说 我在楼带陪着你 神对我们说 我一直都在陪着你 兄姐妹 请坐 让我们这一刻有反省的时间 让我们在这一刻有一个反省的时间 让我们回想神和我们一起走一走 让我们回想神与我们一起走的注意 我们在一起走的组 我们在这一刻有even 上天的夜都陷阱 沙灯中的每段道路 偏着的天人想终枉 万万路无论多少崎塌 都有几多跟着我手指 愈着我但也不孤单 明白有你个不肯回望 回望我过去多少的时间 但你每次每次人在看 是你会我旅行 是你会我经过 明白都有你居于深深寸 我不再是道行 前路有你共享 留下想想终极 他当天 他当天真心的坚拒 他必会以我一般前行 一生中的每段道路 都必会太令我惊过 老漸中回望我的一生 他当天真心的坚拒 他当天真心的坚拒 甚至必须不得不可能 他奜坚拒 他当天真心的坚拒 每次准备我 是我孤单 默默地在我身边的罪 跟我的心轻轻轻轻 在住我路里的一生 愿是我的初恋会 为吗我过去多少的失业 但你每次每次日在乎 是你满我旅行 是你陪我见过 明白都有你居于心生存 我不再是破坏 只能有你公民 留下伤伤众 耶和华 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至于缺乏 这个牧羊人 是愿意为我们去舍命 这个牧羊人是愿意一生一世去带领我们 这位牧羊人是愿意一生一世去带领着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还需要这个牧羊人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需要这位牧羊人 用什么方法去证实他是爱我们呢 弟兄姐妹我们不需要再要求去证实这个牧羊人 如何去爱我们 弟兄姐妹我们再不用去要求他出来证实他是爱我们的 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爱已经是对我们显明了 让我们用信心去接受他的带领 让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的带领 让我们不再疑惑神引领着我们的一生 让我们不再去疑惑是神在带领着我们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我们必不至缺乏 让我们用信心来到这位牧羊人的面前 来到这位牧羊人的面前 让我们一生交给他 让我们这一刻也同心来到神的面前去祷告 让我们用这一刻也同心来到他的面前 不单只去为自己祷告 不单是为自己去祷告 也都是为到各方面是有需要去祷告 也是为各方面的去祷告 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求主你帮助我去明白去看到 求主你帮我去看到 当我是不接受你带领的时候 当我不接受你的带领的时候 当我是对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当我对你没信心的时候 我就会走上这一条不信的路 我会走上这个不信的道路 我们会渐渐去远离你 甚至有一天可能会否认你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不要让我们不叫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 让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的时候 都能够用信心去摆随 那我们一步一步跟随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信心交上 没有轻易的 好像以色列那样 去埋怨去走开 像以色列一样去埋怨去离开 我们将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 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带领 我们愿意接受你的带领 你也都想为Limerick的事工去祷告 我们也愿意为Limerick 在Limerick的事工去祷告 知道教会 我们现在都是在Limerick里面 找到一个会堂 求神你都是可以去为你自己去预备 求神你为你自己去预备 神我知道你一定会预备 神我知道你一定会去预备 你一定是喜悦 在Limerick这个城市里面 是会有多一个的崇拜 你是喜悦 在Limerick这个城市里面多一个崇拜 神啊让我们用信心的去祈求 神啊让我们用这个信心去祈求 让我们能够看到神你的带领和作为 让我们可以看到神你的作为 你的大能 让Limerick会堂 会在今年去落成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真是能够献上感谢 我们Limerick在城市里这个崇拜的时候 我们可以献上感谢 我们也要同心是为到 在Limerick服侍的弟兄姊妹去祷告 我们愿同心为在Limerick 乎世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 特别是为房长老和阿山执事去祷告 特别是为房长老和阿山执事去祷告 知道他们都是愿意去接受神你的带领和呼召去到Limerick这个地方去牧养Limerick的弟兄姊妹 他们是愿意接受你的呼召 愿意去带领Limerick的事工 求主你都是恩高他们 求主你去亲自去恩高他们 叫他们恩上加恩 力上加力 让你的国度能够得到抗张 也都为到年轻人去祷告 为了WOW的成员去祷告 知道他们现在有Summer Camp在教会里面 也是为在WOW 在教会里面有这个夏令营 举办来祷告 求你悦纳 弟兄姐妹所有的工作 所有的爱心 也都是能够借住这个Summer Camp 能够去接触到更加多的青少年人 借着这个儿童的夏令营可以接触更多的年轻人 让这个Summer Camp能够成为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能够将这个福音去介绍给他们 让这个夏令营成为这个平台 来去传扬你的福音 也都为到青少年人 迟些会去这个Fat Camp去祷告 也会去Fat Camp的年轻人 去祷告 为了所有小组的领袖 为了所有的组员去祷告 所有小组的领袖去祷告 求主你去扩张他们的眼界 求主你去扩张他们的眼界 加深他们属灵的生命 加深他们属灵的眼界 让他们能够更年轻的时候 已经是火月的去爱你 让我们做年轻的时候 可以火热的去为你而活 不要浪费我们的一分一秒 不要浪费我们的一分一秒 也都为到世界各地 带领着教会的领袖们去祷告 也会到在这个世界各地 带领着教会的领袖们去祷告 因为知道作为你的牧羊人 要去牧羊教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知道作为你的牧羊人去带领教会 是不容易的事 特别在这个 是道德上 甚至乎法律上 都是要 去跟神你的旨意去抗衡的时候 特别是在道德上 在法律上 跟于神你的旨意去行的时候 这帮领袖就特别去困难去牧羊教会 领袖们 牧羊人是特别困难去带领 求主你加力量给牧羊教会的每一个领袖 求主你加力量给这帮牧羊人 让他们心里面有火热和复兴 也都有加上主耶稣基督的爱心去牧羊教会 加上主耶稣基督的爱心去牧羊他们 神啊 感谢你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的命求 阿们 好的兄姊妹 最后 我们有一个报告 就是在今年的十月份 在今年的十月份 在巴黎有一个全欧华人的复兴聚会 在巴黎有一个全欧洲复兴华人的 这个复兴聚会 我们教会是有份去协办的 那这个聚会 这个聚会是我们教会有份去去举办的 是的 那我们就会连在欧洲 大概20到23个其他的华人教会 配合巴黎的复兴教会 一起去联办这个复兴聚会 有20多间在欧洲华人的教会 去跟巴黎的这个教会 配合去联办 鼓励弟兄姊妹都是能够去参与 鼓励弟兄姊妹可以去参加 因为当我们是愿意出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很多东西我们是不了解的 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 我们可以发现到很多东西我们不理解 大会也都安排了不同的讲员去分享 大会也安排了很多不同的讲员去分享 那这个资料呢在外面贴了一个海报 那这个的资料在外面已经贴上了 还有每一个小竹的组长 我已经发了WhatsApp给他们 他们也都有海报在他们的手机里面 每个小竹组长都有这些资料 那所以期望今天星期你开小竹的时候 就谈一下哪个大兄姊妹是计划是会去 今年这个星期你们在小竹组 可以大家讨论一下谁会去参加 那今年的目标大概是会有1500人参加 他们的目标是要有1500人去参加 那主办的教会大概有20到23个 但是参加的教会大概我相信 有30到40个华人教会是一同的聚集 主办的教会有20多间 可是可能参加这个大会的有30多间教会 那期望大兄姊妹真的认真考虑去参加这个复兴特会 希望弟兄姐妹可以认真去思考去参加这个大会 好让我们一同去属灵上都是经历成长和复兴 那我们属灵上可以经历成长和复兴 好 接着我们有一个奉献的时间 那我们有一个奉献的时间 让弟兄姐妹准备我们的心去奉献 圣灵去带领去感动你 如果这一刻你有一个感恩的心 希望你现在祷告去感谢神 如果你有一个感恩的心去祷告 你去感谢我们的神 如果你拿着奉献金的时候 你是觉得去回应去报答神的爱的时候 你亦都为到神的这份爱去回应 当你手上拿着你要回应的时候 你是在回应神的爱 如果你拿着这奉献金 是觉得这是你责任的时候 当你奉献拿着这个金钱 你感觉这是你责任的时候 我们亦都祷告会议圣神 你叫我做的我今天是会做 我们就祷告神啊 你让我今天做的我就做 手上拿着金钱又不舍得的 有时候手上如果拿着金钱不舍得的话 我们亦都跟神去说 有这个情况发生 求圣灵去帮助我们奉献得甘心乐意 我们也跟神说 让我们给奉献的担心得意 叫神的粮仓里面是有粮 让神的粮仓里面有粮 让弟兄姊妹都尽回我们的本分 去做这个奉献 让弟兄姐妹尽我们的本分去做这个奉献 祝你 你爱我 使我不理不得 一生不愿 不许前方 我决意你 不会到身边 一生要愿的 正福人 慢慢地 经方身边 所信 经我不消 孤单声 追着我 永远 今之中 永远 未愿 未共享 我 我过去 多小片 旗言 等你每次每次日在过 使你陪我圆圆 使你叫我醒过 明白 你怕我 将福音宣告 我不在迷路下 前路总有困难 永远 永远 如你共享 情 情 永远 永远 如你共享 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对我们一生 的眷顾 及供应 我们将 应该归还给你的 归还给你 求主你 都是月纳 我们的奉献 求主你 愿纳我们的奉献 求主你 继续在奉献 这个功课上面 去教导我们 去锻炼我们的 宿灵生命成长 求主你在奉献的功课上 继续来锻炼我们 继续帮助我们 在金钱上 去回应神 继续在金钱上 回应你 求主你 遇纳我们 手上面 所有的奉献 求主你 愿纳我们手上的奉献 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主的命求 奉主耶稣名祈求 阿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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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 我们圣餐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们现在准备 圣餐的时间 让我们安静的心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去 纪念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事 祈念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更准备我们的心 能够在听神的说话时 更加能够开放 更是准备我们的心 到我们听神的说话时 可以开放 让我们现在用短短 一两分钟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用短短 一两分钟的时间 将 这个星期或者 这一排 我们所得罪神 得罪人的事 都能够 放在神的身边 要把这个星期 或这一段时间 得罪神的事情 可以把这些事情 交上给我们的神 让我们当中 有软弱 有挣扎的 我们当中有软弱 有挣扎的 都能够勇敢 可以勇敢地 呈现在神面前 让神去帮我们处理 让神去帮我们处理 那样 我们现在用短短 一分钟的时间 去静默思想 那我们用短短 一分钟的时间 来静默 静默 静默 淡 静默 静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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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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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餐是給重新得救的嬌徒 是給重新得救的嬌徒 聖餐是給重新得救的嬌徒 是給重新得救的再給予地 让基督徒是真正去纪念 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更加等候他第二次来 所以圣餐是代表我们一个心意 去感恩去纪念 圣餐是让我们去回应 去纪念 更加给我们一个盼望 更加是有一个盼望 所以当我们拿圣餐 拿这个杯 拿这个饼 拿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去拿这个饼 还有杯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感恩和盼望的心 我们需要一个感恩和盼望的心 所以鼓励你们 直至当我们真的有一个感恩盼望的心 我们可以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 兄姐妹你有这个感恩 有这个盼望的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拿起这个杯 拿起这个饼去吃 还有杯去喝 所以希望我们继续祷告 当你觉得自己是ready的话 当你准备的 预备好的时候 你出来拿这个饼 这个杯 你出来拿这个杯 还有那个饼 翻翻自己的座位 回到你的座位 继续祷告 继续祷告 直至我们一起去饮用 去饮用 然后我们大家会一起去应用 带着一个感恩盼望的心 带着这个感恩还有盼望的心 我们一起去饮用 带着这个感恩盼望的心 这些感恩盼望的心 这些感恩盼望的心 子彦哲 真っ 真是 我 聖剩 真是 我 聖剩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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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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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 是我的 爱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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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是我的天 是我是你 但我却就 这种爱的爱的爱的爱 我愛你 幸福是你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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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姐妹 讓我繼續有一個感恩盼望的心 這個病代表基督的身體 這個病代表著耶穌的身體 為我們破碎 如果你願意信服 如果我們願意順服 祂的破碎幫助我們破碎 因為我們的生救我會破碎 祂的破碎身體可以救我們 救我破碎 讓我們能夠跟隨神 讓我們走個道 讓我們可以跟隨神 行出神讓我們走的路 杯的血在十字架為我們流 杯是祂的血在十字架流 補血為我們過往 現在將來的罪去洗去 祂的血為我們過去 今天還有將來的罪都洗淨 如果我們願意順服 我們願意順服 願意跟隨 我們會過一個輕省的生命 我們會過一個清神的生活 我們不會再在罪中作奴隸 我們不再在罪中做奴隸 我們會在聖靈的答應之下 我們會在聖靈的帶領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感恩 這個就是我們的盼望 去跟隨我們耶穌 這個是我們的感恩 這個是我們的盼望 讓我們一起吃這個餅 代表我們感恩的心 代表著我們感恩的心 讓我們一起喝這個杯 代表我們盼望主耶穌的在來 代表著我們盼望著耶穌第二次回來 讓我們生命更加去投入 更加去維生被神 讓我們生命更是去投入 更是去維生 祝福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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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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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題目 今天為大家分享的題目 是人生的曠野 是人生的曠野 第三步 第三步 今天就是不信的旅程 今天是不信的旅程 在民宿紀第十一章和第十四章 在民宿紀的十一到十四章 希望從以色列人的身上 我們學到我們應該避免的過錯 希望我們從以色人的身上 可以學到我們可以避免的過錯 希望我們不會重蹈覆轍 希望我們不要重複他們的道路 希望不要像他們不能進入應許地 希望不要像他們一樣 不能進入這個應許之地 為什麼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不能進入應許地呢 為什麼第一代的以色人 不能進入那個應許之地 大家如果對這個故事是熟悉的 有問過這個問題嗎 大家如果熟悉這個故事的話 有問過這個問題嗎 或者你說他們是以色列人 當然是一群不舒服的人 或者你只認為他只是以色列人 是一群不舒服的人 但其實他們和我們一樣 都是一群人 其實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一群人 其實他們出了什麼問題呢 其實他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他們犯了什麼過錯 他們犯了什麼過錯 在心態上 在理智上 他們作出有什麼愚蠢的思想呢 他們在心智和這個思想上 出現了什麼愚蠢的行為 記住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人 記住我們和他們一樣都是人類 但其實你看看他們 有一個好的開始 其實我們看回去他們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他們有一個好的順服 他們開始有很好的順服 他們肯順服神離開埃及 他們可以順服神離開埃及 他在埃及住了很久 他們在埃及住了很長時間 你不要理他的身份如何 你不要管他的身份怎樣 已經很舒服了 他們很舒服 有得住有得吃有得喝 他們有住有吃有喝 已經是他的家鄉 這已經是他們的家鄉 但他們都可以順服神離開 但是他們可以順服神離開 叫你今天 今天離開愛爾都柏林 你肯不肯 如果今天叫你離開都柏林 你願意嗎 他說不行 我女兒還有很多年讀書 你會說不願意 因為女兒還要讀書 我很喜歡這裏 其實他們是一個很開始的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好的 我們都未必做到 我們可能未必做到 當然 第二就是他們是過紅海 第二就是他們過紅海 被法老的兵追著他們過紅海 他們被法老的兵追著去過紅海 而他們經歷了神很大的奇蹟 就是紅海分開他們在中間過 他們經歷了很大的神祭 就是紅海分開了他們從中間走過 其實他們遇見神的奇蹟比我們更大 其實他們遇到的 從神而來的奇蹟比我們更大 我都未遇過紅海分開的奇蹟 我們都沒有遇過紅海被分開的奇蹟 所以更加去到新來的山去接受神十屆的班員 他們更加去到西乃山去接受神十屆的班員 願意成為神的子民 他們願意成為神的子民 更加上幾堂我講到 他們願意給神準備他們進入行抗野的路程 就像上次說到的 他們願意讓神準備他們進入跨野的路程 那你聽完我所說 形容他們 你覺得他們行不行 你們聽完了之後 形容他們你們覺得怎麼樣 好啊 他們可以的 他們真的很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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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直好像沒有破 沒有問題 他們就像沒有問題一樣 一個好的開始 他們是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是我們知道結局 他們是無法進入他們 但是我們知道結局 他們沒有進入應許之中 原來有一個好的開始 不是代表什麼的 原來有一個好的開始 並不代表什麼 好像我們這樣初頭信主 大家想回你初頭信主是怎麼樣 就像我們剛開始信主的那一刻 我們想一下是怎樣 好開心啊 是很開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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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既日崇拜一定到的 我們的族日崇拜一定會來 有祖母慈 就只會找不到 做了成長十課 看聖經 做了成長十個 還會看生機 大家記得我時的當年時候 那些年的日子 大家想起當年的日子 我是幾十年前 當牧師幾十年前 你們信主了幾年 你們信主的時候是多少年前 領袖叫我們侍奉 說沒問題 領袖讓我們侍奉 我們絕對沒有問題 你負責單桌 你負責這個班台 班凳子 我們很願意去做 我們都很願意去做 那時候我們團契生活很輕鬆 很開心 我們當時有個很輕鬆愉快的團契生活 願意和人說福音 我們願意和人分享福音 有什麼短宣 有什麼報道會 我們一定去的 短宣和步道會 我們也參加 其實跟以色人一樣 其實我們和以色人一樣 願意經歷神 叫我們做的事 我們願意經歷神 讓我們做的事 願意讓神準備我們團契好的生活 更加我們生命當中是經歷神的奇蹟 我們的生命當中是更加經歷神的奇蹟 個個都是委身在神裏面 我們都願意委身在神裏面 所以我和以色人一樣 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所以我們和以色列一樣 都有一個很好的開始 但是今天等一下會 看回你現場的光景 但是弟兄姊妹 看回今天我們的光景 今天我們希望大家 今天的分享是會講這個 不信的旅程是分開有五個光景的 今天我們分享的不信的旅程中間有五個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去 當我們看這個光景的時候 你是在哪個光景呢 所以當我們看這個光景的時候 我們處在哪個光景裡面 剛才所說的 初信的時候 我們好像以色人一樣 這麼有心 這麼愛神 是個個都一樣的 我們就像以色人一樣 剛開始的時候 很有愛心 很有熱心去跟從神 如果你初信主 都不是這樣的時候 我真的會問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穌基督 如果你初信的時候 沒有這份信 你是否真的是相信耶穌基督 初愛都沒有的 那其實我這一刻 你的相信是什麼呢 如果是初愛都沒有的話 那一刻你的心裡面想的是什麼 所以今天我相信 我們每一個電影節目 都是有一個初愛 有一個好的開始 所以我們的今天弟兄姊妹 都有一個很好的初愛 有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我們看到以色人就是 當他們開始的旅程的時候 當我們看過以色人開始旅程的時候 就開始埋怨了 他們就開始埋怨 是的 勤怨 都是很多投訴 他們有很多的投訴 其實投訴是很自然的 其實投訴是很自然的 是人一個很自然的反應 是人很自然的反應 是人很自然的反應 是不是 好像我簡單 現在你千萬一見到我 沒有搭我的肩膀 就像很簡單 你看到張牧師的時候 你不要拍到他的肩膀 因為前天我在湖那裡游水 太陽很曬 紅曬 前天張牧師在湖那裡游水 但是太陽很曬 但是我叫我女兒幫我塗太陽油了 但是牧師的女兒幫她塗太陽油了 所以我自然立刻投訴 她女兒為什麼不塗在兩邊呢 所以張牧師當時很突然 是吧 人就是這樣 是吧 我一走就 哎呀 哎呀 好痛啊 我們被踢倒半倒了就會感到 誰擺架擺成這樣 應該這樣擺就好一點 我們就會埋怨是水把架子擺成這樣 就沒事了 很自然的 投訴是很自然的 這是很自然的投訴 但如果我們投訴之後 用什麼回應就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們投訴之後用什麼來回應 這是另外一回事 是吧 當我塗完之後 哎呀 很痛啊 當我們塗完太陽油很痛的時候 投訴完了 投訴完了 都好 有個女兒幫我查都挺好 感激神 被安慰 有育兒幫查 是吧 然後痛 哎呀 很痛啊 當她腳很痛的時候 你不扮演我說很痛啊 我扮演了 然後她說 都好 有弟兄姊妹一早上來 設好架布 就會有很大的安慰 弟兄姊妹一早就上來擺不好 那心態是不同的 這個心態是不一樣的 如果我們投訴之後 會這樣數算回神的恩典 當我們投訴完之後 祝回神的恩典 因為這個世界是不完全 一定是很多令到我們不滿的事 因為這個世界是不完全的 一定有很多讓我們不滿的東西 是啊 今天 咦 為什麼你全身都黑色的 今天怎麼你會全身都黑色的呢 是吧 很多東西或者未必是合我們眼緣的 很多東西可能未必會合我們的 是吧 所以 但是如果我們 投訴是表現我們的不滿 如果我們的投訴是表現我們的不滿 我們將這些東西呈現給神 我們將這些呈現給神 數算回神的恩典 數為神的恩典 那我們就能夠跳出這個不滿 能夠成長了 我們就可以跳出這個不滿 才能夠有成長 是吧 誒 感謝神啊 我等一下怎麼會設好這個台 感謝神弟兄姊妹可以擺不好這個台 下次你想要撞吞 你都不會投訴 下次我們再碰到的 撞到的時候不會投訴 因為我們有感恩的心 記住我們人呢 很自然就是不懂得感恩的 記住我們人呢 都不會有感恩的 不適合自己的東西 我們就會發牢騷的了 不滿意的東西我們就會發牢騷 如果以色列人在這個旅程當中 有不舒服去投訴 能夠有這樣的心態的話 如果以色列人在這個旅程裡面 有不滿意的話 他們有這樣的感慨的話 歷史會改變 歷史會改變 歷史是會改變的 這就是第一個光景 你投訴的時候 會去感恩 這就是第一個光景 在你投訴的時候 你還會感恩 你就能夠有屬靈的突破 你就會有屬靈上的突破 你就會更加成熟 更加認識神 你就會更加地成熟 更加地認識神 如果不是就會進入 待會我們分享 看他們的不適合的旅程 怎麼一步一步越踩越深 我們再看 等一下他們怎樣的 在不幸的旅程裡面 越踩越深 由投訴就成為 理智的投訴就成為 哀哭 理智的禱告 理智的投訴之後 就變成了哀哭 哀哭就是一個感受 一個emotion 一個感覺的東西 哀哭它就是那個感受上的 當你哀哭的時候 還不去處理的話 你哀哭就會變成埋怨 哀哭 如果你哀哭之後 如果不處理的話 就會變成埋怨 埋怨在一種行動上的表達 埋怨已經是行動上的表達 最後如果你再不去處理 讓它發展的話 如果再不處理 讓它繼續發展 埋怨就成為不順 埋怨就變成了不幸 我上課主機 都有二十多年 都沒有幾十年 這麼厲害 那不是新竹已經有二十多年了 是嗎 見到身邊的弟兄姊妹 真的從初信的時候 是我好弟兄 好意心事奉 但是現在已經是遠離神 從剛開始是一個很好的弟兄 很相信神 到現在已經遠離了神 證姊妹 如果你當中現在是有埋怨 有哀哭的話 弟兄姊妹 如果你現在有埋怨 有哀哭的話 其實今天的你 是因為過往很多很多 很小很小的投訴 累積出來 其實今天是因為你過往 有很多的投訴 累積而成的 因為這些累積的投訴 很小事就累積到今天 你的埋怨 你的愛哭 很小的投訴 就累積成你今天的哀哭 或者有些已經離開教會 等級姊妹的不信 或者是由你剛才離開教會 不幸的弟兄姊妹 所以不要看漢卿 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常常是屬齡 我們的投訴 所謂的冰封三尺 所謂的冰封三尺 就不是幾日之寒 不是幾天之寒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大家都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希望今天我們 明白自己的光景 去作出一個回應 所以讓我們能夠明白 我們能夠明白 我們看看 以色列人怎樣 越踩越深 我們看一下 以色列人是怎樣 越陷越深 使得 不信 以色列人是怎樣 不能自拔 讓他們不能自拔 去投訴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好嗎 我們一起來讀這 投訴的經文 眾百姓發怨言 他們的俄語 打到耶和華的耳中 耶和華聽見了 就怒氣發作 使火在他們中間焚燒 直燒到營的邊界 其實要看到 以色列人的經文 你想詳細回去看 可以看十一章至十四章 可以完全 我們可以回去詳細的看 十一到十四章裡面 是完全 今天很短用絕要的經文 看到他們開始 走一個旅程 開始不舒服 所以很簡單的經文裡面 已經告訴他們 開始的旅程很不舒服 雖然他們經歷神的恩典 神的愛神的供應 神的好 雖然他們經歷了神 很多的恩典和愛 還有供應 他們都去投訴他們的環境 他們依然投訴他們的環境 這裡講到 英文有個字叫Hardship 這裏中文或者是很困難的東西 在這個英文的Hardship裡面 他說這是很困難的東西 神擺在他們行礦野上 其實就是想讓他們屬靈成長 神將他們擺在礦野裡面 其實是讓他們的屬靈能夠成長 學習成為神的子民 學習成為神的子民 所以神是專門要去過礦野的 所以神是故意讓他們過礦野的 因為過礦野 就是讓他們能夠成為真正神的子民 去成長去經歷神 因為走過這塊他們才能夠成為神 真正的子民 去試一下他們是否真的想成為神的子民 神是試探他們 是否能夠真正成為他的子民 一樣我們生命 給我們很多經歷很多衝擊 都是讓我們去成長 同樣我們的生命經歷很多的衝擊很多的困難 都是讓我們能夠成長 所以對以色列來說 他們困難的地方就是 沒有水、沒有食物 環境很荒涼 所以對以色列來說 他們的困難是沒有水、沒有糧食吃 很荒涼、很困難 其實這件事很自然的 這是很自然的 他們在埃及做奴隸 都會有水、有食物、有食物 他們在埃及能做努力 都能夠有水、有地方住、有東西吃 但現在他們的水都要靠神去供應 但是現在他們的水都依靠神來供應 食物要麻辣從天下跌下來 他們吃的東西是麻辣 從天上掉下來的 但是看到這件事 他們學習是怎樣去依靠神 從這裡他們可以學習怎樣去依靠神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去看 你就會說很警惑、沒有水喝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 當他們口渴的時候沒有水喝 平時你立刻會投訴 他們就會馬上投訴 早點在埃及 他們早就在埃及就好了 我家裡一開個水喉就有水喉 在家裡你一開水龍頭就有水 現在又要去摩西 又要討告 又要打夠水的水出來 現在要摩西 要禱告 能夠打夠水出來 這個投訴是很自然的 投訴是很正的 因為我們很喜歡方便 因為我們都喜歡方便 喜歡比較好的東西 喜歡比較好的東西 我家裡有礦泉水 一開個雪櫃有水喝了 我們家裡有礦泉水 開雪櫃就有水喝了 吃東西要等天下馬那下來 他們吃東西要等天降下馬那 他們在埃及就算做奴隸 回家裡也有魚吃 等一下經文也會說 有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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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們要等待 神給他們吃 但是他們卻要等待 神降下馬那給他們吃 是嗎 更加我相信 他們在埃及住的地方 好過在礦野宅隔營那些 我們相信他們在埃及住的地方 肯定是比礦野好 其實大家再想 其實他們有很多很多投訴 我們想一下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投訴 是嗎 或者娛樂性 玩 金錢 經濟 都有很多投訴 或者是娛樂性的東西 還有金錢 玩的東西 他們都可以投訴 因為他們過了初信那段時間 過了洪海 過了西乃山 可以進入抗野真正的一個鍛鍊了 其實他們已經經歷過了洪海 經歷了這個西乃山 他們已經經歷了這個初愛 所以作領袖我們 對一班初信的基督徒 我們是不會擔心的 所以作為領袖 對初信的基督徒是不會擔心的 因為他們就好像以斯人那樣 很有熱心 很火熱的 因為他們就像以斯人剛開始一樣 很有熱心 但是當我們走一個礦野的屬林生命的時候 但是當我們走到礦野的屬林生命的時候 就像他們這樣了 開始 很多投訴了 就像他們一樣 開始有很多的投訴 是嗎 我們投訴 唉 這麼麻煩 以前我未信的時候 都不用做這些東西 我們就會投訴 我們剛開始信的時候 都不用做這些東西 是嗎 我做生意 我喜歡怎樣都可以 我們做生意的 想怎樣就怎樣 是嗎 我喜歡找份工作 要去哪裡都可以 我們想找一份工作 去哪裡都可以 現在又要討個神 我們想去哪裡 但是現在要祷告神 我們要去哪裡 所以以前我們想 自己做什麼都可以 以前我們想做什麼都可以 為什麼我們要討個 是不是神回神的心意 所以我們祷告 是否符合神的心意 是嗎 我們開始去投訴了 我們現在開始投訴 是嗎 為什麼每次回來 都要見這班人 在教會 我們會投訴 每次回來怎麼都要見這班人 是嗎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多投訴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投訴 但是意識人看到這件事 他們都在生命當中很多投訴 其實以色人在他們生命的時候 也有很多的投訴 但是有一件事就是 他們其實在當中旁邊 我們知道上次 神的雲彩火柱在中間 但是有一樣東西我們清楚 神帶領他們的時候 是有雲彩在上面的 神的雲彩火柱不夠嗎 神的雲彩和火柱還不夠嗎 神的雲彩中間不夠嗎 神的月櫃在中間還不夠嗎 神的同在不夠嗎 神的同在不夠嗎 不能夠能夠克服這些 這些表面上事的投訴嗎 還不能夠克服這表面上的投訴嗎 領主不是一樣我們 弟兄姊妹我們也一樣 十字架耶穌基督的愛 為我們死不夠嗎 對耶穌實際上的愛為我們死不夠嗎 哎呀這個世界上沒有人愛我啊 但我們覺得世界上沒有人愛我們 十字架的愛不足夠嗎 十字架上的愛還不足夠嗎 是嗎 我們怎麼過每天的生活 聖靈給我們的力量不夠嗎 我們怎樣過每天的生活 聖靈給我們的力量不夠嗎 我們想明白神的旨意 聖經當中的教導不足夠嗎 我們想明白神的旨意 聖經的教導還不夠嗎 教會一個大家庭 我們常常都一班人的團計不足夠嗎 教會是一個大家庭 我們在這個大團氣裡面還不足夠嗎 聖經姊妹如果我們想清楚其實是足夠有餘的 聖經姊妹其實我們想清楚真是足夠有餘的 聖經姊妹其實我們想清楚真是足夠有餘的 聖經姊妹有時候我們人就是一有表面的投訴 我們投訴就用這個樣子蓋掉了 聖經姊妹其實我們人就是這樣 一有表面上的投訴我們就一概全面 聖經姊妹真的你講真的 埃及人不 以色列人 真的覺得在埃及所吃的所住的所飲的 是真的這麼好 聖經姊妹真的覺得他們在埃及吃的住的有那麼好嗎 聖經姊妹為甚麼他們要離開埃及 我們要記住他們為甚麼要離開埃及 因為他們是不想做奴隸 因為他們不想做奴隸 聖經姊妹為甚麼我刻意相信耶穌基督 聖經姊妹為甚麼我們那一刻要相信耶穌基督 不是因為我們想有馬那 不是因為我們想有馬那 等於以色列人不是因為想去抗野拿馬那 等於以色列人不是想去抗野拿馬那 是神跟他們說有個應許地在遠方 是因為神應許他們有一個應許之地在遠方 去付費去完成阿伯拉庵的應許 他是為了實現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不想做埃及人的奴隸 不想做埃及人的奴隸 想做神的子民 這就是他們離開埃及的主要原因 這就是他們離開埃及的主要原因 等於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主要是想得到 知道生命的意義是甚麼 就像我們信耶穌一樣 我們就是想為了得到生命的意義 找到我們的主 找到我們的主 答到人生兩個問題 不可能答到問題 能夠達到人生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人是怎樣來的 第一個就是人是怎樣來的 人死了之後去哪裡 第二個就是人死去哪裡 當你發覺原來神創造我們的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為我的罪拿走 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位拿走了我的罪 更將來我肉體死後可以和神一起 更清楚的是我們將來死之後 能夠和耶穌一起 終於找到了 這就是我們要找的 是嗎 我們將生命交給神 我們將生命交給神 記不記得我一刻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記得那一刻我們是這樣信神的 我們信神不是因為我們知道有這麼漂亮的教會 我們信神不是因為有這麼豪華的教會 我們信神不是因為有這麼豪華的教會 我們信神不是知道我們坐在旁邊的頂尖是誰 我們不是為了我們隔壁座的弟兄姊妹是誰 只是一樣 我們只有一樣 就是神為我們每個準備的福分 這個就是我們相信祂的 就是我們要為了拿到神為我們準備的福分 其實你看回原來我們和耶穌人是一樣的 只是我們和以色列人一樣 只是我們和以色列人一樣 當我們這幾年 或者你信了主這十幾年、二十幾年 我們當日我們都是滿有投訴 我們相信我們信主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有投訴 是嗎 但是我們很容易就忘記我們為什麼 那個錯愛為什麼要相信跟隨耶穌的基督 但是我們很容易就忘記我們當初的錯愛 為什麼要跟隨耶穌 好像保羅所說的就是 他就說我只要向彪光直跑得到神為的冠冕 就像保羅所說的 我要朝著彪光直跑 為了得到神給我的冠冕 如果要說投訴 保羅真的可以投訴很多東西了 如果要說投訴的話 保羅是更有資格說投訴 他可以投訴 早點在大馬士革不要遇耶穌基督了 他會投訴 早知道在大馬士革的時候 我不應該遇到耶穌 還沒遇見他之前 他是打人那個 在未遇見耶穌之前 他是那個最擊打基督徒的人 他現在是被人打回頭 現在他反而被人打 在未信之前他被人尊敬 會遇到神之前 他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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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信了神之後 他卻被別人逼過 如果他要投訴 真的每天都可以投訴很多東西 如果說投訴 保羅每天都可以投訴 但是他知道 他為什麼要信耶穌基督 但是他知道他為什麼要信耶穌基督 因為他一向的生命 想找到真正的主 因為他想在生命裡面能夠找到真正的主 最後他找到他活著的主的生命 所以他堅持到底 所以他堅持到底 最後他得到 進入神給他的應許地 最後他進入了神給他的應許 弟兄姊妹我們都是一樣 弟兄姊妹我們也一樣 我們都要堅持到底 我們也要堅持到底 當我們 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這個階段 就是在這個投訴的階段 我們相信很多姊妹都在這個投訴的階段 OK 投訴是OK 可以 投訴是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把這個樣交給神 但是最重要的 你要把這個東西交給神 繼而去數算神的恩典 然後你再去除算神的恩典 看回十字架 看回神給我們的教會 看回神給我們的教會 看看弟兄姊妹的神給我們的團結 看回神給我們的團結 看神給我們的啟示 在聖經當中的道理 看神給我們在聖經裡面的道理 更重要的 我們比以色人更大福氣是甚麼 我們比以色人更大的福氣 我們有聖靈在我們當中 我們有聖靈與我們同在 是實踐在耶利米書 神的靈在我們活在當中的語言 就是應用回在耶利米書裡面 就是神給我們聖靈的應許 聖靈每天跟我們一起 聖靈每天都與我們同在 這個足夠讓我們去數算 就足夠讓我們可以數算 放下這個頭數 放下這個頭數 那我們就會成長 那麼我們就會成長 我們就會過感恩的生活 我們才會有感恩的生活 如果以色人在這個階段 能夠做到的話 就不會 會不能夠進入令他們 他就不會像這樣 不能進入應許之地 而當中 屬靈的循環就是 當我們是去投訴 我們是遠離神 因為神會教訓我們 在這裡面 有一個屬靈的循環 就是當我們在當中 埋怨離奇神的時候 神會給我們教導 我們去悔改 神會給我們悔改的心 我們去數算神恩典 我們就會成長 我們去數算神的恩典 我們就會成長 所以現在的第一題目 如果你當中現在有什麼投訴 在心中 所以弟兄姊妹 這一刻你心裡面 有什麼投訴的話 拿著它 拿著它 等我們會有個大家 可以一起討過的時間 我們可以為你黨會 有一個一起禱告的時間 將東西交給神 數算神恩典 去數算神的恩典 讓今天我們每個人 都能夠突破 讓我們今天每個人都有突破 不要進入 第二個光景 不要進入第二個光景 第二個光景就是 當你投訴的時候 是理智 第二個光景就是 我們投訴的時候 是理智的 但是你不去處理的話 你就會進入到哀哭裡面 哀哭代表你已經是有感受感情 你就會抓頭 就像腳被碰痛了 雖然理智上是投訴 但是我們不是處理的話 就會在那裡埋怨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好嗎 他們中間的賢雜人 大起貪欲的心 以色列人又哀哭號說 誰給我們肉吃呢 我們記得 在埃及的時候 不花錢就吃魚 也記得有黃瓜 西瓜 韭菜 葱 蒜 現在我們的心血枯竭了 除著馬拿以外 在我們眼前 並沒有別的東西 其實當我準備民宿紀十一十四章的時候 在曾牧師準備民宿紀十一十四章的時候 在埃及的時候不用花錢就有魚吃了 在埃及的時候不用花錢就有魚吃 有黃瓜、西瓜、韭菜、蔥 很多東西吃 有黃瓜、西瓜、韭菜、蔥和蒜吃 有個經文很重要 但是沒有放在這裏 這經文很重要 但是沒有放在這裏 就是說失去了那個 失去了那個 那個胃口 就是已經失去了胃口 他覺得在抗野生活已經沒有什麼胃口 他們覺得在抗野裡面沒有胃口 什麼都見不到就見到馬拿 什麼都沒有就見到馬拿 他們的光景就是去到 想起以往在埃及的生活 他們就是想起以往在埃及的生活 神在抗野帶領著他們經歷的屬靈生命 他覺得很悶 神在抗野裡面帶領他們屬靈的生活 他們覺得很沉悶 沒有胃口 他們已經發洩出來哭 他們已經發洩出來一直哭 是嗎 就等於哎呀早知道我在埃及了 他們早知道在埃及就好 就等於我們現在 想起我們以前 未信主或者是沒有跟隨神的生命 就像我們現在一樣回神起 我們以前沒有信神的時候那個心情一樣 我們很miss 我們很過往以往的生活 我們當時很自由地過自己的生活 哇以往不太好啊 那時候多好 我想去哪裡都可以 我想去哪裡都可以 我想做什麼都可以 我想做什麼都可以 這些東西很容易拿到 很多東西很容易拿到 我們忽略 神現在給我們屬靈生命這個馬拿 我們已經忽略了神在屬靈生命上 給我們這個馬拿 我們這裡我們開始相感了 在去到這裡我們開始相感了 開始有感情了 開始有感情 去到這個光景的時候 好像他們 以色列人開始哭 哀哭 在這個光景裡面 以色列人開始哭 開始喊叫 但他們不記得 剛才我說過 他們不記得一件事 我們說他忘記了一樣東西 他們出來就是因為想不做奴隸 他們走出埃及就是因為不想做奴隸 就等於我們想過一個風 我們想有人生的意義 就算我們想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以前我們覺得沒有意義 就是因為就算我玩得很開心 但我都沒有神的都沒有意思 以前我們覺得玩得再開心都沒有意義 就是因為有神 以前我是賺很多錢 但是沒有神都沒有意思 以前我們賺很多的錢 但是沒有神都是沒有意義的 以前我可以做那份工作很好 沒有神都沒有意思 以前我們的工作很好 沒有神也是沒有意義的 那麼我們才會信耶穌啊 因為沒有意思啊 所以我們才沒有意義 我們才信耶穌 但有時他投訴我們 就是回到以前 不記得為何我們信耶穌 就是回到以前好的東西 但是這一刻他們想起以前 就是因為他寄起以前好的東西 所以當我們有一樣的時候 我們就要回轉回神 所以當我們想到這裡 我們要回轉這神 屬順神的恩 為什麼我們要離開埃及 屬順為什麼要離開埃及 如果以色列人就是 屬順為什麼離開埃及 他們不會再進入 下一個更嚴重的地步 如果以色列人能夠想到 他們為什麼要離開埃及的話 他就不會嚴重的 當我們沒有去處理理智 投訴 跟著沒有處理 我們的感受的哀哭的時候 我們要進入 這個行動上的埋怨了 當我們沒有去處理 我們這個理智上的投訴 然後處理我們的埋怨的話 我們就會進入到下一步 你哀哭你都不會有行動的 哀哭也有行動 但是當你埋怨的話 你就有行動走出來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好嗎 我們一起來讀這頓經文 摩西聽見百姓 各在各家的帳篷門口哭號 耶和華的怒氣便大發作 摩西就不喜悅 又要對百姓說 你們應當自節 預備明天吃肉 因為你們哭號說 誰給我們肉吃 我們在埃及很好 這聲音打到了耶和華的耳中 所以他必給你們肉吃 因為你們的怨氣 住在你們中間的耶和華 在他面前哭號說 我們為何出了埃及呢 耶和華的怒氣就向他們發作 用最重的災燃擊殺了他們 去到這裡他們就開始 去到這裡他們更加地用口說出來 出到他的帳篷外面哀嚎 他們出到帳篷外面哀嚎 他們去到這一刻已經是 不會再擔心神聽到或者不聽不到 他們這一刻已經不再擔心神聽到還是不聽到 因為他們已經是 忘記了神對他們的恩典 忘記了為何他們要離開埃及 忘記了他們為什麼離開埃及 忘記了神怎樣幫他們離開埃及 去幫助他們 忘記了神是怎樣幫助他離開埃及的 忘記了神怎樣愛他在一個雲柱 一個火柱 忘記了神怎樣透過雲柱和火柱和在一起 他竟然經文 既來既去都是 食的東西 肉啊 在埃及所食的東西 他們在經文裡面說來說去都是有關吃的東西 他們沒有再想過 他們出來就是為了一個應許地 他們沒有想過他們出來是為了進入應許之地 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的 弟兄姊妹我們也這樣 是嗎 我們沒有想起我們信主那刻 主要是神給我們一個永恆的生命 最豐盛的生命 我們沒有想到我們信主的那一刻 是為了得到神給我們那個永恆的生命 如果我幾年我不是這樣在教會侍奉 我等他做工的我已經升到什麼位了 現在 如果我們會買用 如果我們不是為了在教會裡面花時間做事工的話 我們早就升級了 如果我不是在這裡侍奉的我應該去別處了 如果不是在這裡釋放我們可能去了其他的地方 是嗎 如果不是一定要取基督徒的 外面很多給我選 如果不是一定要和基督徒結合的話 外面有大把的給我們挑選 如果不是一定要跟著聖經教導的 外面做生意的手法我跟回 現在我都多去很多錢 如果不是根據聖經的教導去做的話 我們根據外面做生意的方法可以賺很多錢 我們很容易都是這樣的 我們很容易都會這樣做 真的很容易 真的很容易 因為有比較 因為有比較的一樣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衝擊的世界 我們就是活在這個有比較衝擊的教會 和以色列人一樣 特別在旷野的比較是很極端的 特別是在旷野的比較裡面是很極端的 但是重點我們要學到今天就是 為什麼我們第一天要離開埃及 但是我們今天學的重點就是 為什麼我們第一天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離開埃及 為什麼第一天我們要接受耶穌基督是我們的救主 為什麼我們第一天的時候 我們接受耶穌是我們的救主 是嗎 回到我們的初愛 所算回神的恩典 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經過這些困難的階段 這就能夠幫助我們可以經過這些困難 回到我們能夠想到 確實是神給我們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我們經常說 人死了之後你可以帶錢走嗎 我們經常說 我們人死後可以把錢帶走嗎 你死了之後可以帶你家庭走嗎 可以帶你的工作帶走嗎 可以帶你的生意帶走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這樣是沒有意思 我們才會相信耶穌基督給我們永恆的生命 所以正因為這樣是沒有意思沒有意義的 我們才跟隨耶穌帶領我們進入永恆的生命 所以很重要就是要回想神的恩典 每個月的領聖餐的重點就是為了這樣 我們每月的領聖餐就是為了這樣 告訴我們為什麼要跟隨神 這不是每個月禮行公事 這不是每個月要例行的公事 這是一個提醒 這是一個提醒 同一時間 在同一時間裡 一個警告 你現在是什麼光景 所以當以色列去到這個這麼差的光景的時候 所以當以色列去到如此差的光景 神真的很愛他們沒有放棄他們 神還是很愛他們沒有放棄他們 反而神說 OK 你不記得那個應許 我告訴你們 反而神告訴他 如果你不記得這個應許 我告訴你 所以他叫他 你派十二個探子去看這個地 所以神讓他派十二個探子去看這個地 告訴你 這個就是神的應許地 你進去 告訴他們 這就是神給你們的應許之地 你們可以進去 其實他們那時已經在應許地 只差一步就可以進去 其實他們當時和這個應許之地 只差一步就可以到了 神明白他的軟弱 他投訴哀哭 埋怨 神明白他們的軟弱 他們投訴他們的哀哭和埋怨 但是神知道他的軟弱 所以給好忍耐 沒有問題 我知道你不明白 現在我叫你入應許地 但是神要理解他們 可以明白 讓他們繼續可以進入應許之地 你只要進入應許地 你只要進入應許地 你就得到一個祝福 你就明白了 所以神要派探子告訴他們 所以神要派探子去告訴他們 所以神是明白我們屬靈的軟弱 所以神是很明白我們屬靈的軟弱 所以當有機會給我們回轉 所以當有機會給我們回轉的時候 藉著聖經聖靈 藉著聖經和聖靈和弟兄姊妹 我們就要做的了 我們一定要做和回應 很可惜意識的人 可惜的是以色列人 他們有很多藉口 當我的報告來到的時候 當這個報告來了之後 他們將報告演繹到 適合他們自己的心態 他們將這個報告 變成適合他們自己的心態 他們就是定了說 我不想進入 我想回埃及 他們根本是下了決心 是不想進入我想回安息 我想有安定的家庭 他們想有安定的家庭 我想三餐都安定 他們想三餐穩定 我想有魚有肉 想有魚有肉 做奴隸都沒有問題 就算做奴隸也沒有問題 是不是啊 他們就是想 所以當報告來的時候 他將這個報告轉為負面 所以當這個報告來了之後 他們將報告變成了負面 他們說不可能進去更慘 立即死掉 他們覺得是不可能進入殷屬之地的 更慘過在抗野 他們會覺得比跨野還慘 所以 他們最後真的去到不信了 所以最後他們去到了不信的地步 我們不想像他們一樣去到不信的地步 弟兄姊妹 我們不想像他們一樣去到不信的地步 最後那句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好嗎 最後那一句我們一起來讀 眾人彼此說 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吧 好 好 當下全會眾大聲聲嚷 那夜百姓都哭號 以色列眾人向摩西、亞倫發怨言 全會眾對他們說 巴不得我們早死在埃及地 或是死在這礦野 耶和華為什麽把我們領到那地 使我們倒在刀下呢 我們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捋獵 我們回埃及去豈不好嗎 眾人彼此說 我們不如立一個首領回埃及去吧 最後他 神是很悲痛 最後那一句神聽了很悲痛 他說不如立一個首領帶我們回埃及了 他們說不如立首領帶他們回埃及 這裡就等於有時候我們的心境說到 唉 我不如不要信神了 這裡就如我們的心境一樣 就說我們不信神 我寧願回埃及做奴隸 我寧願回埃及做奴隸 是 就算將來沒有永生 我這都沒有緊要了 就算將來沒有永生也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埃及開機 其實他們就是這樣了 其實他們是這樣講 我們不需要神 我們找個領袖帶他們回埃及 他們不需要神另找領袖 去到這裡 神都沒有放棄他們 神還是沒有放棄他們 還有最後的悔改機會 還有一個最後的悔改機會 還有兩個探子 Caleb和約書雅跟他們說 喂不要啊 因為有兩個探子 加勒和耶穌要說不要遮忍 我們不可以背叛神的 裡面是很正的 裡面是一個很美好的意思 不要怕他們 我們不應該怕他們 神和我們一起 什麼人都可以過的 神與我們同在 我們什麼困難都可以克服 有雲柱 火柱 過紅海 我們可以過紅海 有雲柱火柱 我們經歷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不信神 我們經歷這麼多 為什麼不信神 應該說完之後 知以色人說 對 他們說完之後 然後覺得 應該以色人會這樣 應該 應該 對 我們只是忘記 神是這麼好 他們應該悔改說 我們忘記了神 原來是這麼好 你看到做什麼 他竟然拿石頭 扔死他們兩個 但是他們的反應 是竟然拿石頭 打死這兩個人 因為他怕到 他覺得 他們說的東西完全錯 他因為覺得 家樂和耶穌要說的話 是完全錯的 去到這下真是不信 他們去到這一刻 是完全不信 他們只信自己 他們只信自己 他們覺得 回埃及是最好的 反而 希望他回轉的人 他要打死他 反而是 讓他們回轉的人 他們要打死他 所以去到這裏 已經是他不信的程度 所以去到這裏 他們是不信了 最後的結果 他們就是 永遠在礦野迷失 最後的結果是 他們在礦野裡面 永遠的迷失 這班以色列人 除了自己在礦野迷失之外 這班以色列人 除了在礦野裡面迷失之外 他連他的最可惜的 他的兒女妻兒 都要和他經歷這個苦難 最可惜的是 他們的妻子和兒女 也要和他們 經歷這樣的苦難 他的兒女 都要經歷他在礦野當中 受的苦 他們的子女 也要經歷他們 在礦野裡面的苦 因為他們 由 投訴 因為他們從投訴 去到哀哭 去到哭 去到埋怨 去到不信 去到不信 他由整個旅程 從整個旅程 神是想去迴轉 他們都沒有迴轉 所以弟兄姊妹 我們今天要迴轉的是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在哪個光景 或者你是投訴 或者你是哀哭 或者你是埋怨 或者你是埋怨 我相信不會不信 你現在坐在那裡 我相信你是不會去到不信 今天 如果你 聽到這個話 就沒有心 如果今天你聽到這句話 就不要心應 這個是希伯律師第三章的名 這是希伯來書第三章裡面的 而我們是立志 我們一起讀這個經文 是我們要回應 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安息 免得有人學那不信蟲的樣子跌倒了 我們一定要進入神給我們的安息 我們一定要進入神給我們的安息 我們真的要經歷我們的屬靈的抗野 我們真的是要經歷我們屬靈上的抗野 要數算神的恩典 當你有投訴的時候 我們要數算神的恩典 回到神的身邊 當我們有投訴的時候 我們要數算神的恩典 然後回到神的身邊 如果神藉著聖靈 藉著聖經的弟兄姊妹 要你迴轉 你要迴轉 沒有心 如果神藉著聖靈 還有聖經 還有弟兄姊妹 要你迴轉 要你迴轉 要你迴轉的時候 就要迴轉 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是不知道的 以色列人也不知道 踩到油 去到不信 他們一直去到不信 今天我們要進入我們神給我們的安息 得到神的祝福 今天我們要進入神給我們的安息 得到神給我們的祝福 我們願意我們當中 每一個都能夠得到神的祝福分 我們願意當中 每一位都可以得到神的福分 我們一起用這首歌去回應神 我們一起來用這首歌回應神 時間用這首歌回應神 inner的祝福 成品 añad深 他行有幽怀 人数 连朝浪也分开 人数还有人被困于狮子下来 仍敬拜上帝 白誓致死不耐 在宝天他下决心 唯要在城内 恨信 荒信 无恨信 场面都他怕爱 又有诗子被我答案 尚在心里前代 仍各顺顺帝 永远会未来 大英姊妹 你所慈悲 我不知道你的光景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你的光景在哪里 但是神知道 现在你是在投诉 爱好 埋怨 挣扎 软弱 今天用信心走出一步 去数算神的恩典 神的十字架不够吗 耶稣基督的爱不够吗 圣经的启示不够 神给我们的永生不够吗 神给我们永生不够吗 不要再往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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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往回你的埃及 你愿意的你可以出来为你祷告 你愿意的话可以走出来我们为你祷告 用信心走出一步 宁闭 爱是 人生 神 全也放下爱知 人生 黄深 还有人全也尝诀 天线 人生 祝福 满了名字 行信 下限更洪海 一信 连照浪也分开 人信 唯有人被困于世纪案内 仍敬拜上帝 抹谁知识不改 在某天打下决心 围要在城外 贫信 放声 呼喊 盛声 场面到他怕来 悠悠闲 知必到他放上在心里静待 仍负信 上帝 永远回来 贫信 他满坏着贫居 人信 同情常了解他 人信 能够发现在世间知识基金 潮禁美加乡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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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姐妹有没有想出来为你祷告 有想